其實娘娘的女工和手藝都很熟練 不用奴婢在這裡指點也行 始終是刺繡鳳凰 要許許如生並非義士 幸好只有忠師祭你指點 否則本宮也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竅門 奴婢只是傳授心得 也要娘娘聰明一理通百理名 你覺得這對鳳凰瘦成怎樣? 鳳凰展翅, 姿態生動, 容飾艷麗 真是跟娘娘很合襯 這塊絲帕本宮是要來送給姐姐的 賢婢娘娘? 本宮身為妃子 是要令皇上恩喜忘憂 如果終日與賢婢相爭不和 又怎能令皇上得享安寧? 娘娘處處從大局著想, 大方看述 是皇上之福 要收好這段姐妹情 總要有人先走一步 凡事以和為貴 況且往後碎碎年年相處公衆 難道要互相怨對過日子嗎? 本宮也想活得開心一點 太后嫁到 麗妃參見太后 免禮謝太后 我一交去看看嗎? 太后請 經忠師祭這個名師指點 為非你的斟志功夫真是沒了很多 謝太后讚賞 蒙太后稱讚, 愧不敢當 這塊絲帕是娘娘送鎮 給賢婢娘娘以示親好 奴婢當然要盡心教授 不會讓兩位娘娘失望 你事事都以言非為先 果然日子無日前心 我現在真是高興 是呀, 日前關話師 和你畫的那幅春日遊園圖 看有沒有東西要修改 怎麼樣? 神妾覺得有些地方要略為修改 那是不是畫得你不夠全神呢? 問題不是出在神妾那裡 而是姐姐還沒夠好 姐姐舉止優雅, 氣則出塵 但是畫中人舉手頭足奸 復略賢山牙外板, 神穩有險 還沒見得姐姐說鬼之氣 關話師 那你和賢婢娘娘多千幾筆 沒必要令禮賢娘娘滿意為止 遵命 幅畫經過修改之後 更顯姐姐的體態嬌美 是, 舉手頭足奸, 優雅動人 出塵氣質, 簡直透子而出 活靈活現 不過不失, 本宮氣質非凡 又豈是隨手幾筆開描劃 相反, 妹妹你相貌氣質平庸 畫師妙筆, 為你藏絕遮掩 畫得比你真人好 那絲帕是妹妹你為我修改的? 是呀, 妹妹看姐姐喜歡鳳凰 鳳凰? 你說這隻鳥是鳳凰? 修得不倫不倫, 像一隻生雞多點 你是否有心諷刺本宮 還是你修理 想提醒自己生雞有日會變鳳凰? 我差點忘了, 你這一箱是雞爪 修出來像生雞, 我合情合理 參見賢婢娘娘, 禮妃娘娘 本宮來探望妹妹, 你為何來打擾? 是師姐是房屬衣服給麗妃娘娘 這些才是刺手嘛 你瘦什麼鳳凰? 有空打金片做劉金好過 你也挺像劉金的 表面是金, 但內裡其實是銅 表面是主子 骨子女依然是… 你打我? 打你就是打你, 用不著帶日子? 我可以告訴那個日子 你快點跟出去看看 盡量不要讓那個帶人過來 是呀, 是 表哥, 雙公, 你要為你而作主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女兒被人打 是皇上? 是禮妃他, 他很大膽打我們女兒 還不止一巴, 是兩巴 你給我爹看看 是嗎? 乾爹, 你要為我主持公道 豈有此理 馬上替我去見太后和皇上 我要我主持就是死 一開始 臣就勸加皇上要嚴犬妃嬪 是皇上堅持的 朕不會單單聽片面支持 而妄下判斷 若然禮妃真的有罪 朕亦不會姑息 皇上加到 臣子叩見皇上, 叩見太后 停身 臣子不敢, 你不敢打我女兒就這樣 禮妃, 你先起來 這件事皇上一定會問究竟 遵命 禮妃, 為何你弄成這樣? 是姐姐打的 你冤枉我? 臣妾沒有打她, 只有她打我 臣妾是有打過姐姐 但是臣妾被姐姐掌割 臣妾為求自保才會還手 臣妾知錯了 求太后, 求皇上辭職 你幹什麼? 扮楚所賀年, 替皇上痛情? 你還學人哭? 哭的只是我女兒 你們相處容欺格 何果然也要掌割你? 我沒有啊, 太后 真的只有她打我 我正在問黎妃, 沒問到你 太后, 不要再問了 臣妾知錯了, 求皇上你降罪 是不是降罪 就問今次會還是不決定 你說, 你身上的傷痕怎麼得來? 奴婢 有開箱在這裡, 你不怕說 剛才奴婢拿衣服來城寬殿 洪巧看到賢妃, 說黎妃受的不是鳳王 是山雞, 還說黎妃她 她在山雞變鳳王 然後呢? 還說黎妃她表面是主子 大骨子女仍然是奴婢 黎妃忍不住哭 賢妃就說她假裝委屈 然後就掛了她幾巴 你將事實反過來說? 是妹妹不敢, 是妹妹錯 妹妹不應該還手打姐姐 你還在這裡假, 姐姐, 你閉嘴 你還在這裡 皇上 之後呢? 老皮見沒人敢阻止賢妃娘娘 就打算幫忙拉開黎妃 誰知道賢妃娘娘連老皮都打了 臣妾和妃燕在上公局的時候 程同姊妹臣妾不分妃燕被打 所以跟姐姐理論 一試氣憤才會還手 實際上是我的女兒 你說謊 剛才明明是你打我 在皇上和太后面前, 竟然說我打你 有心夢底? 那就是她打我 當時還有證人 皇上為什麼不問其他人? 你是專事禮妃的, 事情是怎麼樣? 品太后, 奴婢親眼見到 沒錯, 當時賢妃娘娘 確實不太喜歡福次秀 但是娘娘並沒有出手打人 臭公子, 你為什麼要說謊? 是麗妃娘娘忽然之間掌摑賢妃娘娘 然後賢妃娘娘就很生氣地走了 說謊的是私製房的宮廢 你為什麼要誣蔑本公? 我只不過是實話實說 本公知道你暗中幫賢妃做事 你收了賢妃多少紅包, 多少禮物 不是, 實不實說 臣妾曾經見過秋菊身上懷有尾玉 此等尾玉並非普通公屁可以擁有 如果太后不信的話 可以派人去搜秋菊的寢室 一定可以搜到很多色品錢財 那就證明她是被人收藏的 她的話根本就不可信 是, 麗妃所說的是否屬臣? 盧婢知錯誤 就算賢妃上次比較公平 想打聽一些消息, 實屬等閒 莫然因為這樣, 就說她誣蔑麗妃 甚至批公平出身,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要被人看不起, 被人冤枉 就算被人掌掛 都依然要說一句, 多謝錢家 麗妃連夜來跟蹤師傑虎駡次手 無編就想借鄭師傑向你示好 你不僅不領情, 還諸多挑剔 我現在有眼見, 你喜歡避寸 莫妃養了給你, 還有一幅畫像 莫妃覺得不好, 並非畫得她不夠漂亮 又是說我的畫師 不能夠將你的美態呈現 他處處為你著想, 但你卻不領她的情 若然說你欺負莫妃 我現在覺得有可能 但如果說莫妃欺負你 我現在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 事實擺在眼前 莫妃誠言又打過賢妃 根據宮中規矩, 上人者一定要成處 請皇上不可信使, 以徵功虧 上人者必須受罰 兩位外妃皆有傷痕 不論誰對誰錯, 都要受罰 枕罩你們兩人代母后抄寫佛經 然後送到佛子, 以報國泰文案 臣妾謝太后, 皇上恩典 臣妾謝恩 並不希望再見到第二次了 擺架 皇上擺架 禁空 禁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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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